市府六甘教為了要來協助這載路工 會等冠軍回去到這項 集結合來他們來參與工作強化的訓練 改善他們的生理還有心理的狀況 他們在六甘教也會補助參與訓練的交通費 希望可以讓這載路工 擁有來參與訓練中心回去到他們的這項 為了協助臺灣市的這載路工 市府六甘教在新郎台下及其美學中心 分配合作推出工作強化中心及治療中心 希望讓這載路工可以帶你回去這項 為了協助他們這支常務相關的訓練 路工教也將補助相關的交通費用 市府六甘教我常常跟我們歡迎 市府六甘教育大廚就沒有收集了 我才會有錢可以做智能強化的部分 所以我們市長特別關心 提供大家100塊的這樣的一個交通費的補助 就是希望協助他們要透過兩個醫院來幫助你 強化你 因為受傷中間 如果你哪些必須要透過這樣一個活動 這樣的一個機制教你如何把你強化 你哪一部分受傷哪一部分的職能能夠提升回來 除了六甲身體上的受傷需要治療以外 隔壁強調 六甲的心理狀況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有需要也可以透過相關的治療來協助 最重要 心理建設是最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你受傷後會覺得心理受創 實際上說不定有部分的職能都已經配合差不多的 但心理的障礙還沒有辦法突破的部分 我們拜託我們這些職能的老師 醫師來幫助大家 能夠突破循環 讓你配合信心 當然最主要強化你的職能 能夠再次回到職場來 共同職位 為我們台南這個職位來打拼 六甲叫特別邀請治療室 準備強化訓練的氣質 電視給民眾了解 我們蠻常接受到工作中 不喜歡被繼續捲入手指頭 然後壓傷 或是跌倒的時候 造成手部骨折的病人 那對於手部的肌肉力量訓練的話 帶來幾個簡單的器材 這個東西我們中文應該叫彈力網 它不同的顏色的話 會有不同的一個阻力存在 那我們會依照病人他本身的一個狀況 挑選適合他的阻力 那這種阻力網的好處的話 不像一般傳統握力器一樣 它會有一個回彈的一個部分 所以可以練到一些離心收縮的力量 那包含去做一些抓握的一個力量 那甚至是說呢 我們手部的伸展的肌腱 要做一個伸直的動作 也都可以 那它包含也可以做一些扭轉的練習 手腕去做一個抗阻力的伸直 如果構築在六甲發生一齒後 要求六甲趕快回來的制度 跟做強化中心 也能夠進行賓國和構築協調 民眾有這齋相關的問題 也能夠進行賓國的這齋相關來順忙 記者郭伯毅 總合佛德